這個昨天是民進黨的拳代會 就是被剛剛牽制批評的 這個棒球外套 你現在看是很熱 可是投票是1月13 到時候就不熱了 我們看這個拳代會裡面 就是之前他們中常會通過的 擴大排黑條款 當拳代會在追認 黃成國提早離席 你看黃成國很好玩 他就是在圓山飯店說 這個不是針對我 不要再問我 不是針對你 那針對誰 難道排黑條款是針對高嘉瑜 本來就是針對你 但是前子我想Cue國民黨是 國民黨這個禮拜7月23 換國民黨拳代會 國民黨你敢不敢 制定一個跟民進黨 一模一樣的就好 你不要比民進黨多 我不要苛求你 你就跟民進黨一模一樣 你不要抄一遍 抄一遍 侯友宜你敢不敢 你不敢 侯友宜不敢 可是今年3月侯友宜還告訴我說 黑金不能復辟 但你為什麼 我叫你超民進黨你都不敢 那你還講什麼 所以我剛剛講說 婉婉育委員他講得非常好 跟那些牛鬼蛇神 中東景是誰 顏青標是誰 他就直接點名 他直接點名中東景跟顏青標 那朱立倫跟侯友宜 你要出來面對 那這些是不是你的人 對不對 我為什麼特別的盲目支持徐小新 只有他敢嗆復婚旗 國民黨誰敢嗆復婚旗 國民黨看到復婚旗 大家頭都鎖鎖鎖 對不對 記者問何友宜說 復婚旗是不是黑金 何友宜不敢回答 這一題我就不要問 不要問徐小新了 自己學妹不要問 這個籤子你跟我們預告 觀眾朋友 這幾天 你想 因為民調 一般來講你要做雙底策 不好做 這幾天就是TTA要做 7月份民調的時候 就是這幾天 7月的民調 我跟你講就是剛剛我們前面提說 侯友宜在台刀上面的表現 我的預測 先說我的預測 預測錯了 我再跟錢子道歉 我認為侯友宜可能還是第三名 以最近 你看從6月18到現在 今天7月17 侯友宜被針照 已經整整兩個月了 所以我第一個研判他的 他可能還是第三名 而且他變成是20%的保衛戰 但是觀眾朋友 如果侯友宜在TTA的民調 還是第三名 而且甚至可能連20%都 都不到的情況之下 我要請問大家 這樣子再選下去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什麼 就是不能換我 我一定要選到體 我不能換了 換了就跟換柱一樣 可是你一直下 你的民調一直沒有起色 你該做的都做了 該補強也補強了 金小刀也出竅了 對不對 你已經到這地步 鄭麗文這兩天也不講話了 只剩下蔡正元 還在挨個兩句語言 國民黨已經沒有人 這很像是變成我一直要叫後遺下台 不是 各位觀眾朋友你不要誤會了 剛剛巧欣講的 我有點不太同意就是說 是民進黨做得很差沒有錯 但是前子在我看來 我認為要下架民進黨的 不應該是郭台銘 也不應該是柯文哲 理所當然應該是有最大的在野黨 國民黨來把民進黨拉下來 當國民黨沒有辦法 自己下架民進黨的時候 我不是罵民進黨 我也不要罵柯文哲跟郭台銘 我要罵的是國民黨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 自己就把民進黨拉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國民黨像許小新 這樣的人這麼少 為什麼 為什麼都不能感動到年輕人 為什麼一個侯友儀 在凱道上要這樣子被這樣噓這樣子 那支持者又會變成沉默的螺旋 就是前主我講說 當你接到民調電話的時候 其實可能你是支持侯友儀的 可是你看他怎麼在凱道 被人家罵成這樣子 我怎麼講得出口 好了 我支持別人好了 但是他會有這樣的效應出來 那當你的母雞不夠強大 當你的母雞崩盤的時候 小雞會跟著被牽累 小雞的得票率跟投票率 不可能好的 你母雞強 母雞才能帶得動小雞 那你母雞弱的時候 變成現在是小雞要去救母雞的時候 母雞有問題 這不能再怪小雞了 小雞已經很可憐 選得很辛苦了 母雞真的要自己好好想一想 這個賀瑜的近半發這個聲明幹嘛 真是非常的無聊 當然對幾位前輩 因為他們都跟馬英九非常熟 但是我一直把周美青 講的一句話記在心裡 周美青是馬英九的這個 周美青說馬英九只愛他自己 他只愛他自己 當一個太太會這樣子講老公的時候 你就知道馬英九有多麼的叉叉 他只愛他自己 所以他當然要切割 就是金小刀去幫何惟儀操盤 操盤成功了 那就是何惟儀當選 操盤失敗了 也不干貨馬英九的事 馬英九就是愛他自己 所以我覺得去炒這個 到底有什麼意思 他到底是 因為馬英九他一定會支持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跟韓國瑜是一樣的 去繳這個蛇羹 真的非常的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這些人 算了 就不跟你們計較 剛剛翟軒講這個我是有意見 叫做千人造勢 這個叫做侯儀的回溫 你看他的行程 明天在台中 明天在台中 然後新北 然後到桃園 然後22號有台商的餐會 然後一路殺到拳戴會 這個國民黨的拳戴會 每天都有行程 但是觀眾朋友 你看這些行程都會被騙 我講給你聽 他明天是在餐廳 台中的一家餐廳 餐廳有大有小 然後20號在新莊的一個體育館 然後桃園又是一個餐廳 你看看人家 這個館長跟黃國昌 他們約凱道 這個據說有一萬多人 有人說主辦單位說四萬 有人說一萬多 兩萬多 這是當天在凱道 很熱 你看四年前6月1號凱道 韓國瑜的第一場造勢 這個是連警服門都圍起來 當時的韓粉的熱情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比較 我請問大家 這個是最大的一場 在二重訴訟道 9月8號那一場是這樣子 謝龍介說50萬 主辦單位說35萬 這30幾萬人在二重訴訟道 何厚宜 這二重訴訟道 你應該很熟吧 你當初嗆說不要幫韓國瑜站台 也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大都會清水公園 所以翟軒我的意思說 好意你要證明你的氣是什麼 那你也辦一場 辦戶外的 辦一場 不要笑 你辦一場大家 大家噴噴一下 不是民調回味 你找那種餐廳 所以翟軒我也不去笑 這個國民黨的台中市黨部署 因為你說800多人 變成1000多人 這個在我們經歷過2020大選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肇事嗎 館長跟黃國昌都敢 繞廊上凱道何厚宜你不敢 對不對 你在那個場子被人家嗆 被人家虛 你自己辦一場 你自己號召國民黨的支持者 到凱道找一個時間 你們去上 那不會有人嗆你 你國民黨辦的場子 誰會嗆你 你就慢慢講 你講半個小時好了 看下面大家受得了 受不了 所以我不是說要把何厚宜落盔 而是說你今天說何厚宜 這種大事 你找這種小雞 因為我跟大家講 他是把台中 新北 跟桃園的立委參選人 就是當地要選的小雞 統統找來 小雞找來 譬如說我是桃園的 某一個立委候選人 我要去參加這個餐會 我好歹帶個五六十個人 跟著我去 到時候看成員玩洞算 至少幫我喊兩句 你每個立委候選人 都帶個五六十個人 加起來也幾百人 這樣就表示說 何厚宜的民調回官 不會 官方我的結論很簡單 我告訴你 這個禮拜就會有TVBS 7月的總統大選的民調 7月的 這個禮拜就會有 到時候你再看 何厚宜的民調有沒有回 你到時候就可以看到金小刀 有用還是沒有用 我不要做預測 因為猜中了沒獎品 猜錯了還要道歉 我才不幹這種事情 你這個禮拜就知道了 對 這個亮哥 因為他比較與人為善 我是非常的機車 在我地面那個不叫民調 那個叫網路調查 網路調查是沒有參考的價值的 他是沒有參考價值 然後忍作1萬多份的樣本 很抱歉 對於林傳美還有台大的張教授 我是有話直說 觀眾朋友你不用急 今天已經禮拜三 明天後天 最晚禮拜五 TVBS就會公布他7月的民調 你看T台的就好 你看這個什麼 我比較抱歉 因為我不認為網路調查 他的樣本隨機性 風扇是電話跟網路兩個 經得起檢驗 我只看老牌的民調單位 那種從來沒聽過的風扇 老闆是誰我也不知道那種的 很抱歉 我是不談 我是不談 你看這個亮哥 昨天評論的這個害我也去找 當然重點不是亮哥 重點是韓國瑜 韓國瑜重磅提議 我說韓國瑜有什麼提議 韓國瑜到底提議了什麼 說什麼非律的分裂危機 要怎麼解決什麼的 像這種的 我特別的說明 除非是韓市長親自出來講 或者韓國瑜的官方臉書出來講 第三個我可以接受的 就是王潛秋出來講 不然其他的我都不承認 OK 因為那種莫名其妙的媒體 然後從來沒看過的記者 你也在寫 我非常懷疑 所以是國民黨裡面 病毒放出來的這個消息 惡劣的病毒 這非常的離譜 因為不要每次都消費韓國瑜 韓國瑜有什麼提議 然後你就貼上說 韓國瑜建議 害我還不得不看在亮哥 跟韓國瑜的命之上 去搜尋這個新聞 我覺得我很不高興 但不是對亮哥不高興 是對這種放話的人不高興 回到這個侯友宜講的逆轉勝 因為我們從1996年 這個全民自選總統以來 我請問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有看過逆轉勝嗎 1996年每四年選一次 你有看過 因為2000年是最接近撒卡都的 連戰宋楚瑜跟阿扁 2004年是有兩顆子彈 我們已經選了七次的總統 從1996到2020 你告訴我哪一次是逆轉勝 被陳水扁逆轉勝 2004算不算 那是兩顆子彈 現在根本就距離投票 還有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侯市長他說 最後一定會逆轉勝 我非常的不以為然 我對朱主席還有有一些 特意做的明顯說 60幾%要下降民進黨 然後大家只要想說 60幾%都要下降民進黨 那很像是說 只要非律的共推一組 那就是60幾% 然後你看賴清德人民幣 都是30幾% 你30幾%我60幾% 我就跟你交過 有這麼簡單的數學嗎 真的是60幾%希望民進黨下台嗎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沒有要幫哪一個政黨講話 你覺得現在的社會氛圍 是這樣子嗎 還是你在跟你的同溫層取暖 就是60幾%要民進黨下台 然後我每天都看王潛舅的節目 看陳昇文的節目 看康仁俊的節目 民進黨好壞 好棒棒 你轉去別台看看 不要現在轉 你最近收視也不太好 拜託 對 不要現在轉拜託 你國民大會的時候再轉 國民大會最近也不太好 等一下 你轉去別台是這個氛圍嗎 是嗎 我看起來不是 對不對 現在90%的媒體是在支持民進黨的 你要搞清楚這個狀況 你不要 我的LINE上面都是在罵民進黨的 是 你的LINE裡面有幾個 是要投賴清德的 不是這樣子 所以前秋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認為說 60幾%希望民進黨下台 然後菲律大聯盟共推一個人 然後他就贏了 我才不接受 我才不相信 說共推一個人 然後我們來這個什麼 菲律大初選 把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銘 通通抓進來 然後大家全民調初選 我們共推一個人 就像吳子嘉講的11月20號 只有一個人去登記 一組 一組人去登記 然後就擊敗賴清德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民進黨又不是塑膠做的 而且我必須告訴大家 就剛剛講的侯友宜 柯文哲 跟郭台銘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能整合嗎 這三個人的支持者能夠彼此說 好 我們三個人 本來各位其主 現在我們共推一個人 假設我們共推抗仁菌 好 我們全部都去投抗仁菌 不是這樣子 好 到時候1加1 不一定大於2 也不一定等於2 非綠大聯盟 我認為是一個幻想 這個我覺得侯友宜還是滿幸福的 在凱道上被虛聲這樣子 還是有人幫他講話 也是這個不容易 這個 為什麼會有虛聲 人家晚晚遇是嗆 柯文哲被嗆 侯友宜是講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然後被這樣虛下台 這個也是 我不去談像邱毅 蔡振元這種 我就不談了 我就直接Pass 我先講一下這個郭台銘 要找郭台銘談 要談什麼 要怎麼談 就是把總統的提名權給他這樣子 郭台銘他只要這個而已 所以跟郭台銘不必談 也不用談 免談 你跟一個言而無信的人要談什麼 我不曉得要跟郭台銘談什麼 沒什麼好談的 不必談 你要去整合郭台銘 為什麼要整合郭台銘 郭台銘應該是要兌現他的承諾 去服選國民黨跟侯友宜 他現在每天到處跑行程 昨天去宜蘭 然後什麼今天去北農什麼的 郭台銘在幹嘛 他在保持他的溫度 他在等著侯友宜被幹掉 這種的你要跟他談什麼 不用談 我是覺得不用談 第二個是柯P 因為柯P 這個雖然潛修這幾個民調 我比較參考 可是畢竟柯文哲還是第二名 他跌破三層 也是遙遙領先侯友宜 好 你第三名要怎麼去整合第二名 第三名是被整合的 第三名是被邊緣化的 第三名是被棄保的 你要去整合別人 你不要去說話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要去講說 要去整合郭台銘 或者是柯文哲 我必須告訴觀眾朋友 那可能是兩個月以前的事情 兩個月以前 侯友宜民調第一名的時候 他去整合也許還四處有名 你現在民調第三名你要去整合 我會覺得很好笑 另外提到侯友宜又宜兄弟這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數字 因為我覺得這個數字給大家看看 也許大家才能看清楚說 為什麼侯友宜在新北到底搞什麼 我們先看這個去年的新北市長的投票 我們都知道這個結果 林佳龍輸得黑黑黑 然後侯友宜是狂勝 當時自得意滿 選總統贏了46萬票 新北市長贏了46萬票 我們看2020的總統大選 我們看新北市的得票 韓國瑜的得票是這樣 蔡總統的得票是這樣 當然投票率不一樣 我們看這個數字 韓國瑜輸得43萬票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數字做一個 這個大家數學都很好 侯友宜贏了46萬 韓國瑜輸得43萬 我請問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侯友宜真的需要韓國瑜嗎 不需要 韓國瑜代曬 韓國瑜會代曬你 韓國瑜輸得退口 輸得43萬票 你贏46萬 觀眾朋友 這來回是幾萬 這加起來是幾萬 是89萬票 你要告訴我說 韓國瑜跟侯友宜在新北市 從2020到2022這兩年的時間 這樣子是89萬票的差距 你要我吞得下去嗎 我才吞不下去 你告訴我這樣合理嗎 這當然不合理 侯友宜有這麼強嗎 韓國瑜有這麼爛嗎 不是 是你2020新北市的這個浮選 有人沒到位 有人不出力 康仁俊選我幹嘛出力 康仁俊去死好了 對不對 等到康仁俊輸了之後 康仁俊沒當總統的 康仁俊這個大路這樣走開來 就換我了 然後這時候我說 康仁俊是我兄弟 我們兄弟同心 齊力斷金 你還來幫我 這合理嗎 康仁俊需要我的時候 我有去幫他嗎 沒有 為什麼現在我要選的時候 康仁俊要來幫我 你有差到這個80幾萬票嗎 我才不相信 你把新北市的得票打開 我不相信兩個人 韓國瑜跟侯友宜 國民黨的基本盤 在新北市兩年之內 有89萬票的 我不相信 對這些政壇的 這些重量級的人士 然後就跟美容院的 三姑六婆一樣在討論這個 我實在是覺得非常的遺憾 但是這一次金小刀出來 有一個部分我是對他 這個刮目相看 他在趙仙的專訪 他沾沾自喜 我跟地方派系 我都言而有信 然後我還帶禮物 去看人家什麼什麼 講人家廢話 這讓大家看到說 原來當初所謂的馬金庭 對國民黨的地方派系這些黑金 其實根本沒有改革 而是妥協 妥協的結果就變成 變成今天這樣的 偉大不掉的局面 我給大家看這個是 當天716當天在凱道 其實有一些人 是去抗議柯文哲的 幾個年輕人抗議 然後有人說 這個是職業學生什麼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女學生 她特別把柯文哲 歧視女性的言論列了10點 然後昨天館長在他直播 去公審這個抗議的女學生 把人家罵了一頓 把他罵了一頓 我跟大家講 這個館長 他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有歧視嗎 他說柯文哲有歧視嗎 我告訴大家 柯文哲歧視女性 他列了10點都是真的 但是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一一的跟館長解釋 下一段好像就討論這個 這個裡面去年選舉的時候 那個什麼樹朱跟林志玲 他也沒有列進去 然後這個館長他還這個 他自己都性別歧視 因為這個歧視跟歧視 在網路是同音的字 然後我們講說 這個女生比較那個叫做恐龍 如果男生去約這種恐龍 叫做龍歧視 所以這個館長說我不歧龍 他很沾沾自其說我不歧龍 我不曉得館長這是什麼 我最後解釋這個 我認為我不看民調 觀眾我不講民調 就是說藍 綠跟白 我再講一遍 我不是談民調 我是說在我們這邊 執政的實力跟這個人才來講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是遠遠大過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是年輕的小黨 民進黨雖然現在執政 可是我認為國民黨的 這個政治實力 政治版圖 還是大於民進黨的 藍 大於綠 大於白 所以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在這樣的一個方程式之下 我想請問大家 有什麼理由 國民黨不能自己擊敗 民進黨跟民眾黨 不能同時擊敗 我不懂 我不甘願的地方在這裡 因為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小黨 你沒有政治實力 你沒有地方諸侯 你沒有執政經驗 那我要你獨立擊敗 民進黨跟民眾黨 那我是痴人說夢 可是觀眾朋友剛好相反 國民黨他是個百年的大黨 國民黨執政的時間最久 國民黨的人才最多 國民黨當過總統的 選過總統的 想選總統的 都比民進黨跟民眾黨還多 那我不懂 你有這麼多的地方諸侯 六都你有四都 六的直轄市你有四個 那你這樣子選不贏 你跟我說你民調落後 你說你要去整合 柯文哲跟郭台銘 就我一個長期支持 國民黨的人 我怎麼會吞得下去呢 我怎麼都 我們要輸的 我們去拜託康仁俊 我們去拜託郭正亮 請你們跟我合作 請你們跟我搭檔 你在幹嘛 你解散好了 你自己不能選嗎 你今天告訴大家說 我不需要郭台銘 我也不需要柯文哲 我自己就要把戴慶德拉下來 侯友宜你照我講的話講一遍 我不用靠郭台銘 我也不需要柯文哲 我侯友宜我一個人 就要把民進黨政黨輪替了 我就要下架民進黨了 你不敢講 你沒有那個信心 你沒有那個企圖心 特別是國民黨那些 要選立委的 我拜託柯文哲站什麼台 你自己不會贏嗎 你自己不能自己 國民黨選立委 沒有辦法自己過半嗎 2008年國民黨有86席立委 你問郭正亮86席 不得已必須 讓我評論黃偉翰 我就不手軟了 你一定聽不懂黃偉翰在講什麼 對不對 你換一個角度 你就豁然開朗了 因為黃偉翰在幫柯文哲 他就是柯文哲的這個 最好的政治幕僚 當你用這個角度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合理化的解釋 就是黃偉翰這陣子在講什麼 在做什麼 他在幫柯文哲 NCC主委的位置 補充的人是宅宣 我本來想說 我不要下那麼重的手 宅宣就要補刀 沒有 他真的是在幫他 這個沒有 因為我們還是朋友 我跟偉翰20幾年的朋友 不會受這個影響 他在幫柯文哲 剛剛黃偉翰講那個 就胡說八道 學長我就批評你胡說八道 什麼韓國瑜在什麼的 韓國瑜他就是個啦啦隊 就剛剛翟軒提到說 他要去參加這個拳代會 我幫韓市長按一個讚 壞人我來做沒關係 你去扣籃 你去得分 你展現了你選過總統的層次 高度跟格局 你不會跟胡說一一般見識 說四年前你沒有來 這次我也不去 沒關係 這種250的事情我來幹就好 但是韓國瑜去真的能夠 救胡說一的民調 我不認為 但是至少展現出 全黨團結一致的氣氛 這個證明什麼 證明韓國瑜他是從大我去思考 你四年前對不起我沒關係 但是我不會對不起你 光這一點 侯友宜的臉就腫起來了 來 那個導播拜託一下 這個事情我一定要跟侯友宜 算這個帳 之前你在宜蘭 記者問你說 你要不要當面跟韓國瑜道歉 你馬爾東風當作沒聽到 我要請問侯友宜 全代會你們又會同框的 你們又會見面的 你這次要道歉嗎 你就講得很簡單 四年前的全代會 也在我們新北半 當時是國瑜兄要選總統 我那時候我沒有來參加 我很抱歉 這一次換我選總統 你看今天國瑜兄 不計錢先來了 我非常感謝 我跟他說聲對不起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子就交代了 我也沒有叫你鞠躬 也沒有叫你下跪 你當面跟韓國瑜道歉 後遺 你做得到嗎 你該不會連韓國瑜名字 都叫不出來吧 還是黃呂錦如你也叫不出來 我最後要 因為巧欣在 我一定要跟巧欣這個 當然我們還是要維持 學長學妹的好關係 我請問你郭台銘去不去 去哪裡 全代會 郭台銘不是黨員 郭台銘9月才能回黨 郭台銘不用去全代會對不對 當然不對 為什麼 郭台銘的嘴點是什麼 徵召我要參加 我要選總統 不是侯友宜就是郭台銘 我要參加徵召 我在等國民黨一套辦法 但是國民黨全代會 郭台銘應不應該去參加 郭台銘你承諾大家 你要全力的支持侯友宜 你有做到嗎 沒有 你跑去參加吳子嘉的什麼 董事長開講 我的治國理念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經濟 學長也是有監看的 然後我說你在幹嘛 郭台銘你應不應該去參加 國民黨全代會兌現你 兩個月之前的承諾說 你要支持侯友宜 所以宅宣我的結論很簡單 侯友宜應該在全代會跟 韓國瑜道歉 這是一定要的 我認為郭台銘也應該去參加 全代會展現你的風度 你是不是言而有信 就看郭台銘 我不是黨員 那你不是黨員沒關係 那你以後就不要再跟 國民黨叩叩叩